禁止废话 为什么男生的胸不能随便乱摸 因为被摸后会产生一种生理反应 学名叫伤心乳头综合症 在被刺激后就会感到莫名的伤心 焦虑和空虚 女朋友从事过特殊服务行业 婚件时会不会被查出来 不会 就连打胎时和生育时医生都会保密 你知道在中国那个城市的日本最多吗 上海大约有5.74万人 电脑病毒熊猫烧香当年有多凶残 电脑会出现蓝屏或者反复重启 你会亲眼看见他把你的杀毒软件给卸载了 直接或间接造成了近百亿的经济损失 不同的航空公司 空姐穿的丝袜颜色也不同 海航浅灰色 南航肉色 穿航铁灰色 下航黑色 控制运太强的人到底有多让人讨厌 一 总是用跟小孩子说话的语气口吻和你对话 二 和你谈话时总说我有个朋友 怎么怎么样 三 喜欢传话歪曲朋友 四 把你本来不严重的错误无限放大 然后再假装好心帮你解决 中国人最真实的收入是怎样的 据中金统计 月收入0元的有546万人 0到500元的有2.15亿人 500到800的有2.02亿人 800到1000的有1.24亿人 1000到1500的有2.43亿人 1500到2000的有1.72亿人 2000到3000的有2.03亿人 3000到5000的有1.56亿人 也就是月收入在5000以下的全国 一共有13.28亿人 缅甸有20%的人口是贫困人口 他们的平均日常生活费用 不到5.4元人民币 超过60%的人口 不知道家用电器和互联网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说凤凰传奇的 最选民族风也被称为救人歌曲 因为它的节拍是每分钟120下 而心肺复苏的按压频率 刚好也是每分钟100到120次 经过蓝朋友的验证 只要跟着节奏去按压 就大概率能救人一命 鸡屁股到底能不能吃 鸡屁股上面有两个线体组织 里面有大量细菌和危害物质 如果去干净这两个线体 还是可以吃的 印度人真的会用夜窝做吃的吗 这原本是个电影片段 结果还真有人 用了这个创意卖夜窝饼 而且生意还挺好 你知道中国国库的钱 有多难偷吗 贪熟国库的库钉 会通过喝药放松肛门 然后把银钉塞进去 一次可以带30辆 手机为什么最好 不要固定在车上使用 因为车的振动频率过高的话 会损伤手机的陀螺仪和磁传感器 经常坐飞机的朋友 肯定会知道 飞机的机翼上有黄色的小挂钩 那么这个挂钩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是为了紧急情况下 应对水上着陆准备的 安慕瓶里面的药水 是怎么灌进去的 原来是敞开的 在经过消毒灭菌之后 就会灌装药液 然后再通过加热的方式 密封瓶口 蚂蚁的死亡螺旋 是怎么形成的 因为领头者判断系统出错 导致出现这个现象 你知道马路上这种密集的 减速带血名叫什么吗 叫振动标现和噪音标现 我的对象是 来源于评论区的新玩法 用输入法打出我的对象式 输入法就会根据大数据 关联出你对象的特征 那么你打出来的是什么